第三个才讲治病 所以治病在中国医学里面是第三个目的 那治病里面又有分散的 所以这是最后的 最高明的治病的时候 叫忘了 不要说话的 看你的气死 听你说话的声音 看你的行动就知道你有什么忘了 就能够治疗 治疗的时候不需要用药 最高的治疗是用阴神 佛经里面佛给人治病念咒 那个咒没有意思 那是什么去作用呢 他用阴神诊动 你病痛部位里面出的毛病 用声音诊动 把他诊动开 那就就好了 问题解决了 第二的就是用针灸 针灸是第二的 但是现在用咒语用阴神这个方法 就识传了 唐朝时候有 我们在这个史书里都看到 记载的唐朝时候还有 用这个咒语的时候治病 佛经上现在很多 但是我们念的声音都不对了 那个一定要口传 声音不对了 声音这个强弱长短 它都有关系 所以打不到了 现在用针灸 用这个把闷 用这个药物来治疗 这是最后的 所以这是疾病的 尤其现在这个癌症 癌症就像伤风感冒一样 没事的 得癌症怎么死的 都是被吓死的 这不是病死的 吓死的 真冤枉啊 这个一定要是知道 自己有信心 意念转变一切 医生只能帮三分吧 意念帮气候吧 如果你强烈的这个意念的话 对医生心症 那病很容易治好 如果对医生怀疑 对医药怀疑 那有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道理要懂 所以他一点迷信都没有 我们知道精通法师已经学佛50多年 讲佛学经验 已经48年 我想问一下一个很私人的话题 就是精通法师是如何接上这个佛院的 如何什么期让你开始学佛进行佛学研究 这个问题我已经讲过了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我是接受方东美先生 跟他学这些的时候 他介绍给我 我才知道 这个佛教不是宗教 佛教是学术 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 还是学术 佛教变成宗教 这个时间不长 在我们一般一些看法的时候 不超过三百年 我才读得到中国 我才读得到这是 我才读得到中国 他方也有被讨论